我转回国内来看到的是驾训班学员进行道路练习发生车祸 到底算不算是无照呢 台中有网友募集了一起车祸 开车的是20岁 领友学习驾照的郭姓学员 疑似右转的时候没有注意跟机车发生了碰撞 警方表示只要在驾训班申请的道路上练习 车上有正式驾照的教练陪同 以及学员有学习驾照证 一旦发生车祸不算是无照 不过肇事责任还是得付 十字路口教练车右转跟执行机车发生碰撞 他们很早就从外边一直倒放那边过来了 重机在他后方 教练车右车门凹陷变形 后视镜也被撞坏 机车骑士跟乘客轻微擦伤 事发在台中福亚路跟中科路口 开车的是20岁的国姓学员 拿学习驾驶证是7号校2点多 在有教练的陪同下练习开车 不慎跟机车发生碰撞 驾训班的学员 必须领友学习驾照 必须有持有驾照的教练在旁做指导 也必须行驶在驾训班所申请的规定路线内 郭欣男子经查 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 车祸现场刚好是这附近的考驾照路线 分隔岛有设置告示牌 要领让考验车 有民众募集车祸 询问算不算无照驾驶 网友留言不算 但要负责宙事责任 也有人开玩笑算是训练课程之一 实战处理事故 一般来说驾训班都有保险 车祸踩损可以请保险公司处理 而郭信学员要拿正式驾照 学开车这一状一定让他留下深刻印象 介绍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